所以現在已經開始弱了 對 如果他等下挨心沒有的話再幫我挨一下 這樣有看到這個 我們接下來要畫頭髮 眼鏡那個彩色就跳過去了 不然這鏡頭會落後 然後今天腳要構築就好 下禮拜我再腳要上色 要提醒我一下 然後我畫頭髮的時候 我是選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 這一張畫畫看 然後你到時候五官刀幫我構出來 我會教你怎麼構 然後最後我們只要上顏色上在頭髮這個利用 這樣子的 等一下就是把這個臉分一半 然後就先畫這一半 因為這一半會畫 你這一半就會畫 然後五官的比例是 總共分三等分 就是一個頭會分三等分 你看就是一等分有沒有 然後兩等分 三等分 所以總共頭會分三等分 好 我來畫給你 看我都不畫 因為他頭髮很膨有沒有 你看 四等分 分四等分 第一次等分給頭 就拉直線了 要畫到這樣剛剛好有沒有 你不要畫這樣一點點 你就畫這樣 然後四分四等分 哇 哇好大 不管哪 然後三等分是連 怎麼樣 明顯 這四 三 二 一 一 好 為什麼要畫大?因為畫大的話,你就可以畫得很細 就不會畫得小小 反正紙這麼大,你沒有畫那麼大也是浪費 好,當然先這樣子分有沒有 一、二、三、四,你就自己分 分四等份 然後頭子到三等份 然後二等份的地方是鼻子 鼻子在這,你就先畫這一半,這一半會畫這一半就沒問題 然後講一下,那下面嘴唇怎麼分 這是一等份有沒有 嘴唇的下嘴唇正好是一半 有沒有看到?嘴唇的鼻子到這邊,正好是這一半 正正在分一半 你就知道下嘴唇到哪裡 下嘴唇在這 然後這邊再分一半就是上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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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確定的話你就用尺 如果你可以像我手這樣子固定有沒有 就用手這樣子 然後要畫得像女生,然後有些人畫完像男生 然後三等 畫眼睛跟眉毛 要畫柔一點 然後等下我可能只示範這一半 這一半你就自己夾下去再畫 這樣時間才夠 好 你看人家說五罐已經出來 眼睛 眼睛 鼻子 上嘴唇跟下嘴唇 還有下巴 我看到 你先別急著畫裡面 就像我先這樣固定一個型態 再畫他的連結 脖子在這裡 脖子通常都在嘴唇的這裡 有沒有看到嘴唇的這裡 耳朵 耳朵通常都是鼻子的一半 鼻子鼻樑在這裡有沒有 一半就是耳朵 然後通常 耳上有沒有 通常都是順著眉毛 耳上 然後再確定一下頭髮的位置 頭髮先這樣分塊就好 還不要上色 因為今天腳要構圖 把構圖構好 下禮拜再交上色 抓一下位置 抓一下位置 先把外籠拖先定出來 再畫 先別急著畫 你看我拉多拉直線有沒有 勾頭都拉直線 然後再遠看一下確定是不是 沒問題 這樣如果很穩 你有沒有發現 五官都會是正的 不會說是東倒西彎 有些人畫起來是歪 就是他某地方良錯的 當然正常臉不可能兩邊都長一樣 但因為我們是畫畫 就把它畫到兩邊都一樣 其實正常的臉不會兩邊都長得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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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大概沒問題就要開始畫細部 但你要先確認這樣沒問題 如果你有問題再畫細部 但是畫完整張就是5Y7扭吧 就稍微看一下 畫圈畫輪廓就好 我們都有練眼睛了 所以你就知道位置在這樣 都把它勾出 順便練,這得是在練人練 順便勾練人 鼻子要對稱喔 嘴巴,剛才酸出 下嘴唇在這 嘴唇應該會畫吧 這裏在烹魚 然後就變化變臭,這邊在烹魚 然後就變化變臭,這邊再烹魚 牛毛 耳朵 然後畫頭髮分那個細部 開始分了 好像在切蛋糕一樣 原來如果有人做那種美髮的應該會比我會分的 一坨一坨 如果沒辦法畫的一樣,至少要畫的很像 就不要插太誇張 至少大致的位置都要 都要對 大體方向 你看這樣夠圖夠 等下這邊我在慢慢畫 但你至少知道怎麼樣夠 今天就夠圖就好 好,這有點夠圖 然後下禮拜我在教頭髮怎麼上色 上色情筆 上面最大顆 看到沒有 好,謝謝 謝謝 謝謝